金酒公司搶先全台贩售的第16任总统副总统纪念酒 18号开始以加户配酒方式开卖 金城镇19号贩售 不过来到户籍人口数最多的西门及南门两个理工所 购买人潮兮兮落落 就连收购价也仅有50元铜板价 让协助处理的人员笑称买杯咖啡都不够 下午来到西南门理工所 以往加户配酒排队的人龙不复见 大多时间在场协助处理的工作人员 还比购买的民众人多 外面收购酒商也少得可怜 民众大多领酒劝在代价而沽 让原先还多叫了几个战板的纪念酒也消化不了 没有就直接卖掉了 原本以前也是这样比较 对啊 因为没有在喝酒 对啊 这次的价格多少 50 50而已 对对 50 我觉得有点低了你 啊 对啊 没起来啦 如果酒最浪断的 他要收拾就收拾 有没有 他就 他两三年后 这个没办法去啊 不过我们今天的酒也要收拾那么多 你搭那些钱也要收拾就不得去 嗯 嗯 嗯 啊 那就收拾台湾 会 对于那些酒商的草双 啊 八成反正 八成反正就死了啦 第一就是因为收购价太低啦 这就算我们出的酒种类也多啦 可能同性值的继练酒 中中酒可能有太多 嗯 这也是一个问题啦 而且很多县民也有很这种感受 啊 为什么中中酒 这么没有价值 有人领酒券也有人领酒 但听到收购价才50元 民众干脆再回家 自用货送礼两相宜 西门里长杨宇川表示 现场买器相较以往差了一半以上 最大的原因是对岸不爱来消费 比一级的差很多 嗯 大概差了几成 嗯 至少有 六成 最大的原因应该是 现在小山通不通啦 嗯 而且你现在有这个肖像的问题 不能带过去大陆 可能是酒出了太多吧 一大部分的酒商都没有出来收购 这也是造成很大的原因啦 近期坊间传出酒厂业绩不够 就来一次加户配酒 几亿营业额就入账 但频率太高也导致市场量过多 价格下滑 乡亲们是掏钱买单了 但看这率油油的标签肖像 以及创新低的50元铜板收购价 经酒行销手法是不是该有所变通了